那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师大宝皇喀玛巴 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 我们敬礼房地雷杖师 谭成三宝 敬礼今天的水共主尊 辩生金 师母 图登西地仁波切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很多 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我们欢迎所有的贵宾 能够到临 那么有人问 要是金木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化身 有黑面金木 有金面金木 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姚子金木 的形象 通通不同 这一尊变身金木 又是如何变出来的 那么我是这样子回答 所谓变身金木 就是说 我们曾经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讲 观世音菩萨 一个清净法身 它变化成为三十二项 甚至更多 那么变身金木 也一样 它能够变化 五色 为什么它脸上有五个颜色 物色呢 就象征金木 水佛土 在道家 我们晓得 这个西方属金 就是瑶瓷金木 瑶瓷金木 东方属木 就是东华地金 中央属土 就是防老 这个北方呢 属水 就是水晶 水晶 南方属火 叫做火德 这是道家的五个 五个 五个跟中央的 所以道家本身是这样子 就等于佛教的这个五老 道家的这个五老 就等于佛教的五佛 五佛呢 中央就是毕如遮纳佛 东方就是阿处佛 西方就是阿弥陀佛 南方是宝生佛 北方是不空成就佛 不空成就佛 这个五老 道家的五老 跟佛教的五方佛 五方佛 是一样的崇高的地位 都是大罗金仙 所以我们崇敬 一个佛王 就是阿弥陀佛 一个帝王 就是地藏王菩萨 一个先王 就是姚迟金 因为姚迟金母 也是跟观世音菩萨 他变化 所以他本身就是 变色 变身金 变身金 那么金木随佛土 各有何种颜色 告诉大家 当然 在金母方面 就是金面金木 在西方的金木 就是金面金木 在东方的金木 就是南色的金木 在北方的金木 属水 是黑色的金木 在南方属佛 是红色的金木 在中央属土 就是黄色的金木 也就是 这个金木 水 佛 土 五种颜色 那么有人问 那么有人问 变色金木的种子日 是红色 红质 是不是有大敬爱的力量 有大敬爱的力量 其实 变身金木 各种颜色 都有力量 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整个宇宙 都是变色金木 本身的发生 那么 红色的力量 小敬爱 就是男女 家庭 就是小敬爱 中敬爱 是属于职场 团体 职场跟团体 就是中敬爱 所谓大敬爱 是领导人 及艺人的众多粉丝 众多的粉丝 问如何供供变身金木 才能够翻转大能量 及改变命运 我的回答是 观想变身金木 的雾色光 五种颜色 一一照自己 然后结金木所印 念变身金木的咒 变身金木另外有一个咒 就是 Om Betza 金 莫拉底 索哈 Om Betza 金 莫拉底 索哈 Om Betza 金 莫拉底 索哈 这是变身金木的咒 然后他的所印呢 就是像 半开莲花 我们有所谓的前开莲花 有一个 这个 包起来的莲花 还有半开的莲花 跟前开的莲花 现在变身金木的印 是半开莲花 我笔给大家看 笔起来的莲花是这样的 那 前开的莲花 那前开的莲花 前开的莲花 是半开的莲花 因为你问这个变身金木 为什么你的手印是半开的莲花呢 因为你不知道它要前开还是要避起来 所以它变来变起 就是变身金木的手印 变身金木的手印 变身金木的手印 有变身金木的形象 放五色光照理 我们一般的密教 就是额头白色的光 喉轮红色的光 心轮蓝色的光 除了这个以外 还多加两个光 就是五色光照理 就是变身金木的光照理 它的形象 它的手印 还有它的咒语 你就可以修法 修法 就能够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他这个要问变身金木的法力 有多少法力 它的金色光 就是叫你如意 叫你如意 木色光 就是叫你降伏恶人 水色光 就是破除恶印 破除掉恶印 这个火色光 是有敬爱色招的能力 吐色光是财运 恒通 这些具有广大的加持力 再问 一般喜庆都用红色 有为一红破三煞 这三煞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 上门 病符 跟贪囊 这三煞 上门 就是死亡的煞 病符 就是病的煞 再来贪囊 再来贪囊 是灾货的煞 这三煞都可以破除 变身金木的五色光 哪一种是桃花 哪一种是财运 哪一种是容易中奖 哪一种是贵人 红色是桃花 黄色是财运 金色是中奖 红色是贵人 南黑色是降服敌人 问什么是变身金木 大花 如果供奉变身金木 色言行的坛成 变身金木在中央土味 另外黄色的 小尊一点的 也是可以供奉在中央 东方立蓝色金木 西方立金色金木 东方立红色金木 北方立黑色金木 那么中央除变身金木以外 也可以立黄色金木 那么可以解锁印 刚刚讲的半开莲花印 送奏 奉变身金木 乌奈地 索下 然后 观想变色金木 观想变色金木的 雾色的光 放光照你自己 本身就可以改变命运 那么我告诉大家 以前桃园县长是郑文燦 郑文燦先生 他要选举之前 选桃园县长之前 他有求我一共三次到来 到桃园有三次 第一次他来 我一看郑文燦先生 那时候他没有选上县长的像 我跟他讲你要多努力 然后再给他加持 第二次又来 郑文燦先生县长 现在的桃园县长 第二次又来 我就用姚池金母给他加持 我用姚池金母给他加持 他就有姚池金母本身的法流在他身上 第三次他又来 我又用姚池金母的变身金母给他加持 用武色官给他设照 大家都看不好郑文燦能够选上县长 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他会选上县长 有一次我从美国西雅图回到桃园机场 这个郑文燦先生他来这个街机 我就第一句话跟他讲 你可以选上 终于啦 他终于选上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看好他会险上 那我就加持他三遍 然后呢 在我下 我从桃园机场出来的时候 他在外面等我 我拍拍拍他的肩膀 说你会险上 他就险上 后来他有一次 他到台中的长龙桂冠饭店 郑文燦县长到了长龙桂冠的饭店 他请我吃饭 谢谢 这个卢树尊给他这个加持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现在的韩国瑜 韩国瑜选上高雄市长 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利杜姆法会 我用利杜姆给他加持 觉得那时候帮他算了一下 还给他 他献哈达 然后给他摸定 给他加持 就是韩国瑜 现在的高雄市长 然后第二次呢 他这个请麦教授 拿来一张纸来请我加持 我在美国西亚图 在选举当中 他请我在第二次加持 我又给他加持 加持的是用 这个 咕嚕咕嚕勒佛母 跟瑶茨金母的力量 给他加持 你知道咕嚕咕嚕勒佛母的 大敬爱法 在他身上 所有的人看到他 都会爱他 我是在美国西亚图 我的问世的房间 给他加持的 那时候教授师也在 教授师的姐姐 他们都在 我就给他加持 然后给他 他有相片 我给他加持 他的相片 然后用瑶茨金母的力量 跟咕嚕咕嚕勒佛母的力量 这种大敬爱的法 给他加持 所以我的人很平均 什么叫平均呢 韩国瑜是国民党的 那我也给国民党的 高雄市长选举 给他加持 他终于选上 然后民进党的 郑文燦 我也也是这样子给他加持 所以很平均 国民党的也加持 民进党也加持 我们学佛的人 没有政治立场 虽然我以前 在我是军校毕业 中正理工协议 二十八期 车廊学校第三十二期 中正理工协议 二十八期 军校毕业 当了金官的 那时候称为党军 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一定加入国民党 后来我去了美国以后 我的党政也不知道跑哪里去 我们那里也没有小组会议 也没有小组 也没有小组长 我以前的党政交给我的 那个王颖湘 是我们的组长 党政我要离开美国的时候 离开台湾的时候 我这党政就交给王颖湘 因为王颖湘呢 说不定已经不在人间 那我哪里去找我的党政 所以我也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进党 虽然喜信良 喜信良先生 他流亡在外的时候 流亡美国的时候 曾经找我 说卢斯尊 你不要信仰你的宗教 你来加入我的革命党 他那时候叫革命党 他在美国啊 我分为好几部的部长 协生部的部长 就是连连上司 在纽约的连连上司 就是当初的喜信良的协生部部长 另外还有几个部长 他希望我出来帮助喜信良 喜信良也是你们桃源人 也是你们桃源的人 他跟我讲了两个小时 说将来你要做官发财 你要跟着我 我说阿弥陀佛 我是邪佛的 师父叫我邪佛 没有叫我从政 喜信良先生说 我记几本书给你看 你看了你就会 你将来可以从政 我说我 我这个人是一心向佛 一心向法 一心做出家人 要修行度众生 所以 我也没有那么久没有交党会了 我38岁开始就没有交党 国民党的党会一直到现在 现在已经75岁了 都没有交过党会 所以我也不是国民党 但是我也不是民进党 我什么党都不是 我们是征佛党 但是征佛党是邪佛的啦 是邪佛的不是政治 不是政治 我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子 这样子坦白跟大家讲 是没有政治立场 但是我希望 我有心中有一个盼望 希望呢 这个台湾 跟中国大陆 能够和平 你想想看吗 大家稍微想一想 人家美国的川普总统 都可以跟北韩的金正恩 坐下来谈 就变成你龙我龙 川普总统 跟北韩的金正恩 都可以坐下来 好好的谈 为什么我们台湾 不能跟中共坐下来谈 彼此之间谈 就协调 你要怎么样 那我要怎么样 那么大家好好谈一谈 做个联邦制也是很好啊 联邦啊 像马来西亚的东马西马 西马东马东马西马 各自有 有他的本身的组织 有他的政府 虽然是联邦 也是很好的 所以你说 那个我们台湾 跟这个中国大陆 能够坐下来谈 彼此之间 和和气气的 这个如胸如地 你龙我龙 这个避免 我们是主要是避免战争 因为战争实在是很可怕的 最好能够避免战争 这是我的理想 不是你们 你们说 不行 这个有些人 他的观念跟师尊不一样 那是你的观念 现在师尊讲的观念 是师尊自己本身的观念 千万不要打仗 千万不要打仗 不要武力攻台 两边彼此之间派代表 或者是领导人 跟领导人 彼此坐下来对谈 你这多好 人家川普 这个美国总统 那么大 金正恩 北韩 也不是那么小 他们都可以坐下来谈 甚至美国也可以跟中国谈 台湾 何谎不要 何谎学一学 国际上的情势 这样子 大家彼此之间坐下来 谈 协调 各方提出要求 如何这样子能够谈好 那就免得 像那个 华航 免得华航两边这样子 损失就很惨重 我的意见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这里有个笑话 关在猪圈里的猪 叹气摇头的说 哎 这是谁招惹了谁啊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猪圈 也没有出国过 既然还会得到一种叫做非洲猪瘟 的外国病症 这是猪的 这个意见 告诉你 现在是 整个地球村 你没有出国 也会得到非洲的猪瘟 一样的 但是 希望不要传染到台湾就好 有一天 一个推销员按电铃 太太 我这边有一本书 丈夫晚归 五百种借口 你一定要买 那个太太就讲 笑话 我为什么要买 推销员就讲 我刚刚卖给你先生一本 这个是知己知彼啊 百战百胜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我们台湾要了解台湾 这个彼岸要了解彼岸 彼此之间知己知彼 这样子才可以谈何 A对B讲 在医院里面上班有什么缺点 B回答 比较难请病假 因为你生病了 还是要在医院 我看今天我讲的笑话 大家都不笑 大家都不笑 这个 有一个叫阿美的小姐 她洗澡的时候 门铃响 她对着对讲机说 我不方便开门 请半个小时之后再来 对方就哀求 小姐拜托 我只是个虾子送货源 进来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这个阿美心里想 是虾子的话应该没关系 就开门 就开门让她进来 宋货源进来以后 很尴尬的对一丝不挂的阿美说 小姐 请问你 你网购的虾子要放在哪里 所以我讲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不了解对方的时候 千万不要当虾子 我今天跟大家讲 就是说 这个姚慈金母变身 变身姚慈金母 他的力量非常的大 师尊第一个相应的 也就是姚慈金母 因为得到姚慈金母的相应 所以能够懂得到 很多的佛法 无止境的佛法 都可以在我身上 跟大家讲 最重要的一点 你必须要寻找自己身内的佛性 寻找自己的根本静光 你能够把你身上的佛性 跟根本静光 能够应用出来 你绝对就能够成佛 我们这样背面好